有的不是打文理,有的是台灣,大陸是好多的,一直到,我是蠻難看的。 他們就講了一句話,說是故事故意的嘛,人都有最後一次,而且他們政治人物每次講最後一次都不是真的。 我們不相信,就是說這個其實我們在過程當中都可以看到,下台的身影,漂亮跟選拜的身影,是我們今天要檢驗一個人,他在歷史記錄的時刻。 可是每天都是說宋先生,他昨天站在蔡英文旁邊,我倒覺得那個落寞的在台中的宋主理先生,那才是愛感比較多。 所以我們剛剛最為提到宋主理先生對於選舉的影響,其實昨天這個我們還是要講一下,宋主理先生跟城外選舉師阿姆爾宋正邁,是在這個台中地區的進行最後的一個也算是造勢活動,不過當然規模的他跟雙英是落差比較大,因為昨天在宋主理先生這邊大概就是大概6000元左右。 所以我們看到,彼東會的一出現,其實就把整個局告訴大家了,原來這個參選,彼東會的講話是為了什麼? 會不會出來? 宋主理先生,就是拉的一出現。 宋主理先生,就是說他說宋先生應該是比行政院長成績還要好的人參。 那行政院長成績還要好的只有兩個嘛,一個副總統,一個是陳同。 那,我跟李老先生,你看看,李老先生他拉罵寶貝,永蔡,他不錯。 那,肅先生呢,當然,對肅先生來講,這是他人生最後一戰,對李老先生未必見得喔。 對李老先生,對,因為李老先生,除了他永蔡以外,他更重要,像王陽,唐恢徽講的。 如果政黨一樣沒有過的話,我才能怎麼樣。 所以我們來看到,這個政治人物說最後一次。 老實說我也不太相信,政黨裡頭現在站出來出列的,很多都是最後一次。 大家都發現不是最後一次,不過呢,確實人民手上這一張選校非常的寬貴。 不然我們要請大家在現在早上的將近十點的時間。 還沒有投票給我,趕快投票,我們稍微休息一下。 回到這邊來看,先一問點訊,在他的投票所裡面講些什麼, 還有哪一些最新的媒體報道,我們馬上會來作電機對此頻道。 在看,先到有人知道的問題,但是人家也有今天, 這麼多的機會不會這個問題。 如果我們來看,先開始問了,我們來進行的時候。 我們來進行的時候,我們來進行的通り。 我們來進行這個 instructed奧量,我們來進行的方式。 我們來進行,我們來進行的。 我們來進行的視野,我們來進行的。 我們來進行的,您回應時,你 225時才會有問題。 我們來進行的。